今天这个视频我们聊聊新西兰的保障房 也就是大家口中说的新西兰工房 我会简单介绍一下一点点它的历史由来 新西兰的工房都分布在哪里 新西兰当地人对工房的态度如何 什么人能住在工房里面 申请有什么要求 如果你正在买房 很有可能你也会关心工房的位置 所以我也会告诉你如何查询工房的位置 而且是免费的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 先聊聊新西兰工房产生的历史背景 首先咱们得一起穿越回20世纪初 1900年那会儿 当时的城市化和工业增长 让城市贫民窟 泛滥成灾 1905年 新西兰的第一个政党叫自由党 他们就看不下去了 说我们得有所行动 就这样当时的新西兰总理理查德塞顿通过了工人住宅法 建造了首批新西兰工房 在市中心给工人租住 新西兰的第一个国家住房计划就诞生了 目的是为了解决城市贫民窟那些拥挤不卫生的生活条件 不过事与愿为虽然建造了几百座房屋 但是由于租金过高工人们还是负担不起 所以这个计划就在四年后的1919年终止了 真正的变革是在1930年代 由Michael Savage领导的工党 来了一次大胆的想象和扩张 不像自由党那样 工党不仅仅是为了解决临时的问题 他们的眼光更长远 认为国家提供住房 是市场私有化住房的一个永久替代品 工房才能实现新西兰人的居者有其物 因此到1939年 第5000座工房正式建成 这些房子以非常低廉的价格 租给了当时的低收入家庭 二战后 1940年 随着回归的士兵和人口的激增 对工房的需求急剧增加 新西兰政府加大了工房的建设规模 从这个时候起 工房就不再是零星的分布了 而是把整个片区都规划起来 变成了所谓的工房区 商店和便利店配套设施等也随之建立 公共区域也被规划美化 到了50年代初 大规模的工房区在奥克兰的南部 和惠灵顿的北部Pore-Ruva出现 虽然工党之前的政策奠定了国家提供工房的先例 但是随后呢之前那个新西兰第一个政党自由党 演变成了现在的国家党 国家党对于工房的理念和工党不太一样 他们更认可市场经济 促进住房私有化 他们认为这样家庭才能对房子和土地起到维护的责任 让家庭的财务稳定和社会更凝聚 两党对于工房的意识形态差距巨大 工党视之为提供社会福利和稳定的国家责任 而国家党则强调通过自有住房实现经济独立的个人角色 这场理念的较量塑造了新西兰工房的发展 直到90年代 国家党引入了市场租金机制 就是让政府房的租金也和正常的市场租金看齐 目的是鼓励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让住在工房的人减少对政府福利的依赖 看到这儿你是不是觉得国家党现在提出的 严查过度依赖福利金的政策 和当时的那个政策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当时的政策产生的结果 就是让很多人交不起了房租 变得无家可归穷上加穷 那到了今天 新西兰政府房在新西兰的各大城市城镇都有 工房以两房三房四房的户型为主 通常都是独立的小别墅或者是连排 部分地区甚至有更大的户型 五房六房的都有 目前正在开发的工房都以小高层公寓为主 新西兰全境大概约有七万套工房 大约有二十万居民住在工房里面 截止到2023年 还有两万三千多人正在等待分配工房 那聊完一点点新西兰工房的历史 我们就谈谈什么人能住在新西兰的工房里面 怎么才能有资格申请呢 首先要申请新西兰的工房 你得年满16岁 是新西兰的公民或者是绿卡居民或者是合法的难民也行 你得把新西兰作为你的常住地 申请前你至少要在新西兰连续居住了两年 有了合理的身份 你的收入也要足够的低 如果你是老哥独自一个人 你每周税后收入不能超过744纽币 纽币对人民币的汇率是4.5 有伴侣或者孩子的申请人 每周的税后收入不能超过1145纽币 你必须没有自己的资助房 除此之外 你的现金资产不能超过42700纽币 不过这些标准只是一个大概的要求 我感觉更像是一个软性标准 具体情况我也没有申请过工房 说实话也不知道 新西兰福利局网站上写的流程是 你得先联系他们 然后和他们聊聊你的情况和需求 然后经过面试 最后才能看给你什么样的房子 看你符不符合 总体感觉整个过程应该是一个 比较人性化的操作 过程也是比较长 新闻上说 工房的申请者平均要等待344天 也就是一年左右的时间 那下面我们聊聊新西兰工房的分布情况 如果你正在买房 可能会有助于你权衡在区域选择和房价之间的关系 那我就以奥克兰为例 看看政府的工房都分布在哪里呢 我就按照本地华人的国际惯例 把奥克兰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区域 视频上面有提到 早期的工房都是从奥克兰南部建设开始的 那我们就从南区域开始旅 新西兰有一个机构叫Housing New Zealand 是来管理工房的 疫情之后 这个部门改名了 现在叫凯英格欧拉 应该是毛利语 意思就是家园和社区的意思 地图上你能看到这些紫色的部分 就是政府的工房 如果你点一下这些紫色的部分呢 就能出现管理人的信息 写着是Housing New Zealand 意思就是工房 联系邮件呢 也是凯英格欧拉 而这些灰色的地方呢 都是奥克兰政府拥有的土地 咱们就先不管这些了 看紫色就行 这个是奥克兰整个城市的地图 上面这部分呢 是奥克兰的北岸 中间的部分呢 是奥克兰的中区 下面呢 自然就是奥克兰的南区 然后这个部分呢 是奥克兰的西区 然后我们能看到这些紫色的部分呢 就是工房的所在地 那从奥克兰整体的这个城市来看呢 工房大部分都是集中在 奥克兰的南区 以及中区的下半部分 和西区 相对来说 北岸的工房呢 就比较少一些 那我们从南区开始捋 如果我们把地图放大 你就能看到 工房比较集中的区域呢 就像 Manual River Red Hill Takani Manuka Otara 和 Mangerie 这些区域靠近机场的部分 是有大片的工房 来到奥克兰的中区 我们能看到 大量的工房 其实都是集中在 Vasley 3 Kings Mount Rosegill 和这个叫 Oranga的 靠近 One Tree Hill 这个区域 如果我们来到 奥克兰的西区的话 能看到紫色部分 比较集中的 就是在 Waterview Avondale 和 Kelston 以及 Ranui 一部分区域 在 梅西 和 West Harbor 也有 比较多的 零星的分布 然后我们来到 奥克兰的北岸呢 我们就能看到说 工房主要是 紫色的部分呢 主要是集中在 Beach Haven North Coat 有一些 当然在 Basewater 也有一小部分 然后像新开发的区域 Hopsonville 是基本上 没有工房的 近年来 政府所谓改造的 工房样本区 主要是在 Tamaki Point England 和 Gland Innes 这些区域 那回答了 奥克兰的工房区 主要都分布在 哪里这个问题 我们下一部分 就谈一谈 新西兰当地人 对于工房 是什么态度 穷人富人混居 其实是奥克兰的常态 但是为什么有些 当地居民 会对工房区 有一种不高兴的感觉呢 用当地人的话说 有一种态度叫 Not in my backyard 中文就叫做 避临效应 这个术语 通常是来描述 人们对于某些设施 或者项目 在自己的居住区域 附近建设的时候 持一种反对态度 比如垃圾填埋茶 发电厂 避难所等等 尽管这些设施 对于整个社区 或者社会来说 是必需品 人们通常支持 这类设施的建设 但是呢 又不希望 他们建在自己 居住的地方 因为会担心 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 环境 或者是财产的价值 这种心态 在奥克兰当地居民 对于工房的态度问题上 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虽然是收入比较低的弱势群体 我也相信大多数人在行为上 应该都是OK的 收入低 得到政府的支持 为社会提供一层安全网 无可厚非 但是不可否认 由于少数人的不规范行为 导致当地的新闻媒体 多有报道 住在工房区的人 对当地的居民 或者是商家 进行了骚操作的行为 真的就是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比如 这篇最新的报道 就是说 住在Parnel 工房区的人 对当地的商家 有抢劫和威胁的行为 报道说 两个月内超过有40多次治安事件 当然这只是新闻的报道 民间有很多 关于工房治安的问题的故事 也是不经而走 广为流传 那事情的好坏 评判并不是我们的责任 像Parnel这种 所谓以洋人居住为主的区域 当地人会选择通过媒体发声 而华人呢 多数会选择进而远之 那工房是不是都在脏乱差的地区呢 这个说法其实并不全面 因为有些工房是新西兰政府 在发展福利房的政策过程中 从私人手里买过来的 然后转手以低价 租给这些低收入的弱势群体 这类工房很难被直观发现 因为他们不在所谓的工房区 而是非常低调零星的散落在豪宅区之中 例如奥克兰最贵的街区 Parnel Mission Bay Oraki Half Moon Bay Takapuna等地方 所谓不是局中人真的无法分辨 那是工房 那下面问题就来了 如何查询工房所在的位置呢 之前奥克兰市政府的网站上 是可以查询工房的位置的 但是为了社会更和谐 这个功能给去掉了 我其实也是觉得有点稍微不合理 毕竟工房的发展和建设 也是离不开普通纳税人的钱的 基本的知情权应该是有的 市面上有些软件和网站 是可以提供付费查询工房的位置的 不过能有免费的当然是最好的了 所以虽然被隐藏的很深 我还是在政府的网站上找到了一个 可以查询工房的网址 而且是免费的 就是我上面给大家看到展示的那个网站 网站的地址呢 我也放在视频的评论区下方了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查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够对你了解 新西兰奥克兰的工房的一些发展和现状 有所帮助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